金中安特別提到的Steam Roche 其實我盯他盯了很久 因為在過去很長時間 Steam Roche是美國極端看壞美國 極端看好中國的代表 他曾經擔任Morgan Stanley的亞洲區總裁 這一次他特別下招罪己 他說談到中國我是一個先天樂觀主義者 但是我發現中國政府正在針對 驅動經濟的民營企業打壓 而且是選定核心商業模式 他說對中國鎖定科技龍頭股往實力打 這個談話其實是人家說他是懺悔 未來中國現在所呈現的這些 對追求共同軍戶下的政策 你怎麼觀察未來對世界的影響 我想傳統的人大家都很熟悉一句話 叫做跟著共產黨的政策走好日子在後頭 這次最大的轉變是這句話 後面加了一個問號 那過去現在最近遭受到這個 這個嚴重監管的 受到打壓的 受到財富損失的 全部都是跟著共產黨走的這一群始終的粉絲 那你想想看喔 就是說剛才有在講就是那個 整個中概股指數在過去五個月之內 現在跌掉7690億美金的總市值 算起來大概新台幣21兆 那這個21兆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新台灣上市公司的總市值 大概52到55兆這個中間 21兆就等於在五個月之內 40%的台灣上市公司被燒光了 那剛才這個我們也講 就是說這些市值的這個損失呢 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孫正義 是新加坡的這個淡馬席 或者是美國的這些 Private Equity這些私募基金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喔 這個中間還有一大塊 數以十萬人計的這個 僅僅跟著中國的政策 富起來的這些城市的中產階級 有些他們是自己的錢在香港 在美國買這些中概股 還有很多是在國內買 他們的這個海外基金 海外基金再去投資這些 這些跟著共產黨一起富起來 這個新興中產階級 這一趟都損失殘重 那剛才也提到新東方 那我們看新東方 其實不只是余敏洪 我想這個余敏洪的處境叫做 一戲回到解放前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革命就是說 毛澤東是第一次革命 鄧小平雖然沒有講 但是他是革這個毛澤東的命 那現在習近平是在革鄧小平 那這裡面都是跟政治勢力有關 所以這次中獎的大咖 大概都是跟江澤民有關的人 因此是政治上 他是一個保衛戰 所以再加上說現在走到這一種 這個全民的均富的概念裡面來 基本上就是說 國家的財政狀況非常差 你如果看他的負債的話 是GDP300%以上 我完全不能夠理解 他有什麼實力在去做投資 因此他必須要去結付 那也就是說 我今天這些公司他們有個動作 不只是海外上市要管 你每一個公司都要把 百分之一的股錢浪出來 換句話說都國有化 以目前大陸的情形 當然有少數的人 尤其我們稱叫小粉紅的 就是以前憤怒的年輕人 他們這些人也許會滿意 因為他現在的思想裡面就是這樣 他把現在的交易裡面的 英文教育取消 進去擺進去的槍 這種必修的課 是如於習近平的思想 而是現實的來講 如果你現在看他出口 接下來其他各國疫情好轉了之後 他出口原來轉來單子不會有了 他的內需是很弱的 其實他通貨膨脹是很明顯的 那他失業率有沒有上來 上業數字就是說只增加0.1 鬼才會相信光是補教業者 就已經多少人了 所以是說他現在面臨的是 全面性的經濟的困境 就是他長久以來不去做改革 突然之間都出來 那他沒有結了之後 就是說那我通通甩給別人 趁機會把它收回自己的所有 所以他目前是這種現象 那我覺得這個中國的經濟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本來他的動能就已經在下滑 那這下下去的話就很麻煩 因為經濟成長動能下滑 可是他的通貨膨脹 因為全球的關係 通貨膨脹是在上來 所以他最好的情況就是說滯脹 停滯性通貨膨脹 但是也很有可能 他走到衰退 因為美國就知道說 你最大的弱點